草屯镇敦河宫财神庙 再度捐赠又同车一部 由草屯镇长监警贤代表接受捐赠 并回正感谢状 主委林一玉表示 今年的泰换车中 其中一部是由该公十年前捐赠的 今年知道又有泰换需求 随即直角请示赵天君财神也 财职一次就胜脚云碑 便集结信众四方善款 左手协助购置娃娃车 期望让小朋友平安上放学 我们来庆祝才行 再次而已 选准来买娃娃车 实在我们敦路公 这年营可以做 地方公益 给大家 小朋友可以平安 顺势 去这个学校 来收工 来教育 给大家 可以家庭美兰 大家合作平安 草屯镇丽幼儿园院员长 詹敏如表示 目前收拖幼儿200余人 他都属于弱势小康及隔代教养家庭 目前敦和工捐赠一部 镇长都用预备机买了一部 希望明年可以顺利获得三星企业组捐赠一部 让幼童享有方便又安全就学 目前有四部车在跑 一辆车搭了16个小朋友 一台车要跑两趟 然后早上七点半出车 然后下午三点半开始接送幼童 幼童车已经几乎都是已经达到十年的车子 一归泰换 所以今年先草屯敦和工捐赠我们一部车 然后镇长的第二预备机买一部车 我们希望明年可以顺利的各界能够再捐赠一部车 县远唐小芬感谢敦和工热心工艺捐赠 让未来的主人翁可以坐着安全的坐车快乐上学 家长也可以放心 这次我们敦和工集结我们各方善事的一个善款 捐赠了一台娃娃车给我们草屯正立托儿所 希望说皆有托儿所的一个接受 能够加会更多的一个我们小朋友一个上下学的一个行车的一个方便 那也希望说藉由这次一个太旧换新的一个娃娃车 能够让我们的学童在上下学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安全以及便利 镇长监警贤表示 多亏敦和工申员帮忙换车 提升学前教保品质及幼童交通上的安全性 目前仍有一部车还没有着落 公所会持续筹措相关贪换经费 记者洪一伦朝屯采访报道